大家早安 球鑫上的时间 我们带你来关心的是 台风爱丽5号的时候 登陆日本九州的长崎 虽然说迅速就转为温带地气压 但却持续为九州四国 甚至是关东地区带来猛烈的雨势 路尔岛这边的机场跑道 更是被闪电打出了三个洞 机场的工作人员 紧急是封锁跑道进行修复工作 不过已经有十多个航班受到影响 而靖岗县的暴雨威力之大 就连车辆都摇晃 有民众就说这感觉到车子 快要飞起来了 而另外一方面冲绳一个小时 就降下了65.5毫米的豪雨 车辆就卡在水中缓慢前进 日本气象厅表示 这股低气压会持续到9号 呼吁民众要持续挺高警觉 而接下来关注的是 现在全球物价什么都在涨 其实不只是你我一般民众有感 现在就连日本水族馆的企业 都感受到了通膨压力 好 日本的6月CPI 也就是消费者物价指数 创下7年的新低 也冲击到了香根这边的 水族馆的经营 因为这企鹅 它们原本都是吃竹甲鱼 这口感比较好 但是因为现在竹甲鱼 价格比较贵 上涨了三成左右 所以原方他们决定要把 部分的竹甲鱼 换成比较便宜的轻鱼 给企鹅吃 要减少成本开支的负担 但是没想到企鹅 没有办法接受这种 比较低级的鱼 所以它居然是挑食不吃 这样子整个头是撇过去 似乎是不想跟水族馆 来共提时间 同样的在南韩上班族 他们面临到的是 午餐的通膨 什么是午餐通膨 就是其实南韩上班族 他们有时候会一起相约出去 外面的餐厅一起吃饭 好比说点一个 比较国民美食的排骨汤饭 但是现在价格上涨了一成多 所以想说去外面吃好贵 干脆买便利商店 回办公室吃好了 但是现在便利商店 他们却出其招逆势的抗通膨 便宜的便当一份卖台币60元 这价格真的是满便宜近人的 所以就造成越来越多的上班族 干脆去便利商店买午餐来吃 那么当然他们生意也好 现在股价也大涨 涨了30% 而实际上来看到的影响是 这个通膨当然是因为 跟俄务战争有一点点关系 现在是跟欧洲面临的 同样的是他们的能源危机 欧洲议会6号就投票 通过欧盟的提案 将会支持天然气跟核能 列为环境永续的绿能 可让欧盟朝气候目标 来稳定的迈进 而现在这项提案 在欧洲的成员国 跟欧洲议会都有引发了一些争议 环保团体更是批评 是嫖绿不惜要告上欧洲法院 欧盟执委会今年初就提案 要将天然气跟核能列为是绿能的投资项目 6号的全体表决当中结果以328支持 跟278票的反对 还有33票弃权是通过了提案 俄务战争之后 其实为了制裁俄罗斯 欧盟禁止俄国的能源进口 再加上现在能源价格大涨 依赖俄罗斯能源的一些欧盟国家 其实他们也感受到了财务上的压力 所以现在对于能源议题 出现了一些对立的声浪 不过环团绿色和平组织就表示 会提出正式要求 要求欧盟要展开内部的调查 如果结论不符合预期的话 会不排除考虑采取法律的行动 而再来看到的是大陆网购平台 拼多多最近就出现了一间 名字明明就叫做是 卖宠物食品的店铺 但是他卖的东西 可以说是挂羊头卖狗肉 因为他居然是标榜说 他要卖活踢女童肉 还标榜说是女童的肉泥跟骨架 这个听起来真的是 相当的骇人听闻 警方发现之后 现在已经下令彻查了 并且把平台的商店 全部都关闭 而追查之下虽然说 交易记录是零 但是现在也引发了一些 讨论的声浪 甚至有网友就说了 可能怀疑说 其中涉及的是人口的贩卖 或是儿童色情的交易 现在网购平台拼多多也表示说 会下令来彻查 再来关注的是美国FBI的局长雷根 当地时间6号 跟英国军情部处的处长 麦卡勒姆 在伦敦召开了共同记者会 他们指出大陆对英美的经济 国安是构成长期的最大威胁 英美情报首长指出 大陆汲取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经验 一旦是台海发生了冲突的话 种种行为迹象都显示大陆 正在设法保护自身的经验 免受于国际经济制裁的库 而他们同时也警示说 北京政府正在锁定 西方世界的科技公司 窃取智慧财产权权 而再来看到的是台湾的芒果样本 不久之前被澳门政府 在三天两度是验出新冠病毒之后 香港政府昨天也发布新闻稿说 有一个台湾进口的芒果表面的样本 新冠病毒检测呈现阳性 香港的食安中心 已经将有关产品停售并且下架 并且针对该批次的芒果全数销毁 来听港媒IKBOW的报道 一批台湾进口芒果 表面验出有新型冠状病毒 要销毁和停手 城安中心说澳门上个礼拜 验到台湾芒果带有病毒 要全数销毁 中心因此联络澳门政府跟进 并且扣查33箱种200公斤的芒果 抽查9个芒果 其中一个表面样本带有病毒 城安中心即时指示分销箱 停售下架和销毁这一批台湾芒果 又派人巡查窗户 要求彻底清洁消毒 旺旺水神是微酸性电子 次氯酸水跟病毒细菌 作用之后它是还原成水 所以不用太过于紧张 大人小孩都非常的适用 在这个非常持奇 欢迎大家来上快点购 物化器还有生成机 都给它买起来 当然在我的部分折扣码可以享有优惠 帮忙碌 帮忙碌 谢谢大家